北韓军队自9月25日至10月9日展开了战术核武的军事训练 官媒朝中社时日释出金正恩亲自到场视察的照片 其中军演内容包含战术模拟、核导弹发射训练等 同时还配合上空爆破和航空部队的部署 模拟目标盘盖地方的港口、机场等重要设施 现在他们在发展特质核武器 会让他们在韩国的国际上提供一个右手 当然他们的梦想是封杀美国人 从韩国的军事 然后用战施武器来迫迫南部 这是梦想 但这并不是完全无法的梦想 北韩近期七次朝东部海域发射飞弹 南韩与美国也针对北韩的挑衅做出回应 协同日本进行联合军演 北韩则针对美军动员航空母舰进入朝鲜半岛海域 展开了这次的核武演练 金正恩透过朝中社表示 最新的军演活动是要向敌人发出明确警告 展现北韩的核攻击能力 同时抨击南韩与美国虽然不停要求对话协商 却持续施加军事威胁 金正恩对此放话表示根本没有谈判的必要性 对敌人也无话可说 对于北韩示威动作平平 联合国安理会近期发表的专家报告指出 北韩准备核武试验已经达成最后阶段 不排除会挖掘地下通道和测试触发装置 而之家会是北韩第七次进行核子试验 华语新闻黄玉军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